如果未来能被预见 甚至还能改变 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呢 今天要带来的电影是《预见未来》 克里斯天生就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 他常年混迹拉斯维加斯 在剧场中表演魔术 这是他隐藏超能力的方式之一 却引起了联邦特工凯莉的注意 由于魔术表演的收入不高 他时不时到赌场赢一些小钱 尽量不引人注目 以便可以下次再来 但他还是被赌场主管盯上了 在监视器的观察下 主管怀疑他在完牌时出老千 准备抓他问个清楚 但克里斯提前预知 并迅速到柜台准备兑前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他遇见匪徒会开枪杀死两人 他出手阻止了匪徒 赌场的保安却误会他持武器伤人 对他展开全场追捕 而每一次他都能巧妙地躲开追他的人 这一切被记录在监控视频里 克里斯就在保安身边 但是谁也看不见他 凯莉看了监控后 更加确定克里斯就是他要找的人 因为联邦特工正在调查核弹失踪案件 需要有人帮他们快速找到恐怖分子 他追踪到了克里斯的位置 但克里斯总是在他到达前离开 摆脱凯莉为代表的联邦特工后 克里斯来到一个餐厅 因为他预测在这里能遇到一个特殊的女孩 在这个女孩身边 他可以看到更远的未来 如他所料 那个女孩出现了 他在脑海中尝试了好几次的搭讪方式 都被他拒绝了 最后选择帮他赶走纠缠他的男人而受伤 两人这才开始认识 原来他叫利斯 他借口自己的车被偷了 坐上了利斯的顺风车 通过预知未来的能力 两个人在旅途中的感情迅速升温 但联邦特工仍然没有放弃对他的追踪 同时恐怖组织也把他当成了眼中钉 由于大雨交通被阻断 他和利斯站住一家汽车旅馆内 这时他遇见了一段长远的未来 在这次遇见里 利斯出门被联邦特工告知 克里斯是个妄想症患者 而且是个反社会分子 克里斯只是利用他来摆脱联邦的追捕 利斯听完后十分难过 联邦特工让利斯回到旅馆给他下药 但利斯始终不忍伤害他 于是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克里斯喝下饮料 并向他坦白了联邦特工对他说的话 他也向利斯展示了自己的预知能力 并说明自己帮不了联邦特工的原因 因为自己只能遇见两分钟内的事情 而且是要与他自己有关的内容 虽然在利斯的身边 他可以看到更多未来的事情 但如果这一点被人得知 毫无疑问 利斯也会被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 两人相互坦白之后 如何面对包围在旅馆外的特工呢 克里斯用跳崖的方式引开了他们 然后让利斯开车后跳车离开 汽车坠入山崖 引发山石和木头滚滚而下 克里斯被特工凯利追上 最终他被联邦特工抓住 而利斯跟他分开后 不慎被恐怖分子带走 特工把克里斯绑在椅子上 让他预测新闻 快速找出恐怖分子的行踪 他遇见了利斯被绑架杀害的场景 于是假意答应合作 在结绑之后再次逃走 他跑到利斯即将被杀的场所 凯利也追了过来 他告诉凯利 两小时后将会发生惨剧 凯利这时再次提出跟他合作 这次克里斯答应配合 这个时候 周围已埋伏着等待他的杀手 他主动现身吸引杀手的注意力 并用预测能力躲开子弹 凯利则指挥其他特工解决杀手 随后他们追踪到恐怖分子的位置 与恐怖分子展开了激烈的火拼 他的预测能力 多次救了同行的联邦特工 而且经过无数次的努力预判和调整 他成功救出了利斯 然而 当他以为自己改变了未来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 他忽略了影响大局安全的核弹 很快 核弹爆炸了 一瞬间 所有人都葬身火害 然后 克里斯在汽车旅馆中睁开了眼睛 原来这一切都是预言 一番调整后 他主动提出和联邦特工合作 提前和利斯道别 以免牵扯他进来 并承诺会回来找他 虽然离开了利斯 他也只能看见未来两分钟内的事情 但这次因为利斯的原因 他已经提前预知了即将发生的所有事情 故事的剧本应该怎么写 就看他的心情了 和 碳 都 坐 得